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歐洲王國的名義 名義金專案經理Aaron 現在非常榮幸的來這邊跟大家分享 全部來本的一個進入歷程 那在開始之前 為了避免我等一下忘記 以及為了避免影響說 台灣創業團隊其實一直都是 淋水思源的一個好傳統 我在此要先感謝我們的中小企業處 對於我們過去我們在升級 那個加速器的時候其實是有 給我們很大的幫助 他正如我們CEO Dave 在我安排之前的特別的那個 避免命令就是說 未來歐洲網路其實如果有機會 從來一艘無件的話 那其實中小企業處 絕對是我們最佳的推進器 謝謝中小企業處 那歐步網路其實呢 是一直在圍繞在 行動APP的開發 那我們是一個品牌發行商 那歐步網路在2013年的時候 推出自己的品牌 叫Trumpolab 那很多人就問說 為什麼要叫Trumpolab 那其實一開始我們在2013年 決定要推出品牌的時候 是五個大男生 在一個會議室 我們決定要推出品牌 那一開始的時候 那個品牌的名稱 我們是叫F 也就是 那很不巧的就是 其實我們的實用者 有70% 是來自25歲到35歲的女性 那現在也知道說 這個品牌不會 其實它太陽剛了 所以五個大男生 擠在一個小回憶室裡面 必定要下入一些女性的元素進去 所以我們時間 從5點 6點 7點 8點 然後提的那個點子 就是從一開始的 然後慢慢的變成 一個小時只傳出一個 然後一直到了 8點飯的時候 是我們的CTO Jerry 他亂指著那個 會議室的常作的 另外一份的 七七五加巧克力 然後說出了一個詞彙 結果在座其他人 馬上站起來拍手擁抱他 所以Trumpolab就這樣出來 但我們事後再回想 到底當時他肚子餓 是講出Trumpolab 還是他是真的講出Trumpolab 這個字 其實我們也不知道 但是 可以學的是 創業團隊 一直都會在 遭遇很多 就是一些問題 那這些問題的話 大家在直播的時候 在想的時候 突然有一個零光炸線 連這個零感就出來 那這其實是創業的時候 這個過程其實還蠻 蠻讓人家回味的一件事情 那正如最章谷 其實我們自從 推出Trumpolab這個平台之後 一支產品的推出 其實都可以看到說 我們公司會有各個方訊的人 不管是RD Design 或者是企劃行銷 每一支產品 在推出到使用者的 一個面前的時候 我們會經過這分 就是這些專業的分工 然後確保我們 推出給使用者的產品 都是最佳的體驗 因此 Trumpolab到現在 即使三點半的時間 我們到目前為止 我們推出了 58支的產品 除了提供使用者看去 以及停物業的服務之外 我們也有做出 讓使用者很快速得到 他所要的資訊 包括說新聞 或PTT 還有春節最應景的 好想中熱鬥這支APP 各位 我們在大明祖山的時候 真的 收到一個使用者來信 過去他在買熱鬥的時候 因為沒有還中這支APP 他每次怎麼買 就每次都不會中 但是這個春節 他做了好想中熱鬥之後 各位 奇蹟真的出現 這次他兌換之後 他還是 一樣做沒有中 但是他在穩穩的時候 他其實提到了一點 就是說這支APP 其實幫助他在對熱鬥的時候 其實解決了他很多不便利的 一些行為 那對我們來說的話 其實創業者 我們在做的事情 就是在解決使用者的不便利 那其實 即使他真的沒有中 但是其實聽到他這樣子 對我們說 解決了他不便利的時候 其實對我們來說 是很大的行為 那我們當然也有推出說 一些交通類的一些 包括IP 那我們也有跟知名的 音樂團的主唱 然後合作推出一系列的 浪漫玩日本系列的APP 那也有跟曾經 是譽為台灣之光的知名企業 有一些合作 那這時候是過去 Trop Lab在第三年發的一些成績 那整個Trop Lab他從 到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發現我們好像可以 有一個故事出來的 其實故事是發生在 2012年的聖誕節的夜晚 那時候我們的創辦人CEO 就是Danny 他一個人在聖誕夜的時候 不是在辦公室加班 突然在明晨兩點的時候 他突然打開窗戶 他對人外面的星空來祈禱 也不是應該是二眼聖誕老人 就祈禱說 希望未來Trop Lab的業績 可以蒸蒸日上 結果那時候我們在隔天 我們推出了不好笑的眼前 然後30秒讓你笑出來 以及音樂人 看到這些一系列的產品 突然都受到使用者的青睞 然後我們就發現說 那個成長局面 就一衝的就衝上去了 因此我們也在 2013年的時候 我們得到了我們第一筆募資 那當然 我們過去之前的我們的營收 其實都一直徘徊在100多萬左右 但是我們在2013年的時候 我們的營收是把兩倍抬到了500萬 那更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的營收也突破幾千萬 那今年Trop Lab要挑戰營收3600萬 那這3600萬 我們真的不是只是喊口號而已 我們有信心可以做到 那等一下後面我會跟大家 給大家介紹我們是怎樣去做到 這3600百萬的營收 因此 新數整個Trop Lab的一個成績 其實三年半的時間 我們推出了58支的Lens 那其實將近有一半 27支的產品 其實我們都拿到排行榜的冠軍 那我們每月的平均下載數是30萬 這30萬的話 是代表的是我們的自然下載數 就是 因為我們已經有推出自己的品牌 透過我們每支產品的一個 誤導的一個推薦下載 所以使用者 他就會去可能下載我們今天電視連續去 G2 他可能就會被我們推薦去下載 我們的U-Bike 讓我們擠 對 所以透過這個計劃 其實我們不需要 保費額外的行銷資源 我們就可以每個月幾乎可以保有 至少30萬的一個平均的下載數 那當然做M的最重要的就是 大家看的就是 我們每個月的活運使用者 他可能使用多少 那即使現在Trop Lab的話 我們現在大概是已經有 大概130萬的一個活運使用者 那總下載數的話 我們也超過了獎金680 那各位Trop Lab真的沒有在賣巧克力 所以我們所有的員工的所有的薪資以及我們公司要成長的一些營收的金錢的話 其實都是來自廣告的收入 那我們廣告的收入的話 每個月有來到8億次 8億次各位 我沒有報告曝光數 有來到8億次 那我們針對這8億次的廣告曝光數 我們之後我們也做了一些讓他流量轉成那個營收的一個最大貨 因此各位 日本首相安美 我很刺激日本經濟有三支箭 Trop Lab為了達到我們營收3600萬 我們也有三支箭 我們在2015年的時候 這邊我們之後會一一的介紹 我們第一支箭 我們會針對我們的主力產品 我們開始會做一個改版 我們會加入一些社群的元素 以及我們在2014年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導入了一個 Inside Target Network的一個技術 那這個就是精準使用者廣告投幣系統 我們搭配我們自己之間的那個業務團隊 可以讓我們的流量可以有效的轉成營收 然後各位Trop Lab到現在3點半的時間 其實我們一直質詢自己還是一個創業的團隊 所以我們秉持著精準創業的一個原則 我們一直在嘗試著用最低的成本 然後去做出一個產品 我們持續的一直在打造實驗系的產品 那一一支箭的話 其實過去我們的主力產品 其實就是提供使用者看劇 以及聽音樂的服務 那過去的話 使用者他就是單一的使用這些產品 那他自己看完 看完劇或者聽完音樂之後 其實他不會跟人有任何不同的機會 但是我們從去年年底開始 我們已經跟電視公司 以及跟音樂公司開始去接下 主要是說 這些產品的使用者 對於我們來說的話 每天有將近20萬的使用者 在使用這些服務 那我們開始在做的就是說 我們再去勾起使用者 他可能有其他的興趣 或者說他在看劇的時候 他也許要想要分享什麼 在跟社群互動的過程中 我們再一次找出說 有沒有機會 自在跟電視公司是有一些合作的可能 那是因為我們之前跟電視公司 以及音樂公司的一些接下之後 我們也得到了一些良好的一些回應 那我們之後也會在今年的時候 錄據有一些開花結果的一些呈現 那第二個的話 其實就是我們其實在去年年底 所推出的E-site Parking AD Network 這個服務 那這個的話其實很簡單 使用者在使用我們的App的時候 他其實會如果還有登錄Facebook 他的Facebook的ID 以及他Device的ID 其實我們會去做一個Mating 那透過Mating之後 使用者的個人資料 偏好以及行為 其實我們就會去把它做一個分析 今天透過我們精準分析之後 透過我們的廣告的形式 我們現在目前的廣告形式 有將近四種 然後它有橫幅、原聲、影音以及蓋板 那透過這些服務的話 我們可以把廣告主的那個 他的廣告 精準的投放到這些目標客群裡面 那在我們的業務廣告 就是其他的那個 就是額外的流量的時候 我們目前有接了八個廣告連播 我們透過這八個連播 我們去量子出它每天的那個價格是多少 有點像是股票操盆的概念 所以我們會透過這些流量 把它變成一個營收最大化的一個過程 那當然這個技術 ChocoLab沒有失常 其實我們也跟台灣人就是幾個知名的MAP開發團隊 其實有合作 把這項技術一樣分享給他們 那當然帶給大家的就是 我們要提供給他們 比一般廣告連播更高的一個廣告收入 那當然對廣告主而言的話 他用同樣的預算 他可以投放給更精準的一個 他的目標客群 OK 那第三支劍的話 ChocoLab他始終是一個 能夠AMP研究室 我們一直不斷的在嘗試 我們在去年的12月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推出了第一支 自己收款的遊戲類APP 叫 Chemistry 大羽貓 那這個大羽貓 大家不要念錯 就是大羽貓 對 念錯的話 念成那個 那另外一個的話 是我們在今年音樂推出的一個 Android的一個選別站的一個服務 他是一個社群類的一個APP 那當然這些東西 其實都是我們在實驗期的細節 那我們再找的就是說 我們要找出那個奇異點 讓我們的APP 是可以就是AMP被充電的那個點 那我們一直再找去 對 那我們會一直不斷的走往下去 那未來的10年 20年去ChocoLab有一個願景 我們希望說 我們可以打造 世界第一的APP 那我們會朝著這個努力 一直前進 那最後兩個廣告就是 我們一直有在持續照顧 就是有智能的加入我們團隊 那歡迎各位 就是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我們的觀光去查詢 謝謝